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专家说期待AZ加高端效果更好 我们今天要听的是李隆藤院长 他怎么看这件事情 还有躲防疫 只有大家说躲出问题来了 忍着不敢看医生 结果发生了肾结石 右腰很痛 出现了血尿 其实该做超音波就要做 而且我们要自己学会 腰痛跟结石痛的差别 究竟在哪里 今天这是一名中医师 他的全记录 他把他自己打疫苗的时候 几月几号几点 到最后什么时候一切正常 公布这四大方 到底要如何来减缓步作用 介绍今天的民营群 首先欢迎人际医院院长 李隆藤院长你好 文英好 大家好 恩主公医院部院长 王炯成医师你好 文英好 大家好 医院叮咛叮咛姐 文英好 大家好 资深医药记者洪苏青 文英好 大家好 马上我来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会讲AZ家高端可行吗 但一开始要请问的是 叮咛姐 太累了 我看到吓一跳说 你还是瑜伽女神 可是说有发生 泌尿道结石异常的出血 又睁眼 结束之后又肠胃炎 结果被蚊虫叮咬 那个时候肿成像蛮头大 怎么回事 而且你去照AZ光说 真的是照不到时候 对 照不到 我觉得那一天也是很有趣 我就觉得那个生命中 都自由安排 因为那天我要演的 那个场次是 我得了非常重症 然后我快要 就是发作那个状态 所以那整个下午 我就是在培养那个情绪 然后开始发现 奇怪 吃过饭之后就觉得 我的好像胃不太舒服 可是那个胃不太舒服的感觉 很奇怪 它是连到整个后腰 然后 可是那个酸痛 刚开始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没有办法辨认 所以想 因为我们都习惯撑着拍戏 我们已经被练出 钢铁般的身体了 然后就撑着拍 越拍越不对 就是当我越进入 那个重症 我那个戏里面 那个角色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身体越不舒服 而且那种不舒服 已经从脚底麻上来 就是那种 我非常不熟悉的不舒服 我现在想到说 天哪 我演技有这么好吗 我已经可以演到 把自己的身体控制到 变成那一个状态吗 可是我发现真的很不对 就会演到最后场戏的时候 就是刚好我昏倒 然后我就 我就真的昏倒 然后我就有点 然后大家就 哎呀 卡 然后丁一姐夹 我就有点爬不起来 我就有点这样 他们说怎么了 我就说 我真的觉得我是不舒服 我不是 挂急诊 对 我不是先 就赶快先去挂急诊 然后挂急诊 那时候也是很痛 就那种痛 是那种 有点已经 感觉是好像在脊椎的那种状态 就是麻上来的痛 然后就医生就说 我就跟医生讲一些症状 医生听听说 我觉得应该是 咬到结识 然后就赶快 就是要咽尿 照X光 什么都没有 照不出来石头 什么都没有 我说怎么可能 他说 基本上有可能就是 你在这整个移动过程 可能是你石头不大 在整个移动过程里面 它掉了 它整个顺着你的尿液 排出来了 可能是这样 他说 但是我觉得 最保险的就是 因为说我们是急诊 我们就只能够处理你的急诊 所以还是要请你 再到一般的门诊 去好好做一个 止血检查 无论是超音波 或是X光 什么要再做一遍 那你去打疫苗了吗 我排了还没打 那爸爸妈妈 排他们很早就打了 目前都没有什么症状 好 我们其实看到 有很多人 长辈也都打了 前辈 千万不能说长辈 陈美鳳美鳳姐 打疫苗说 他胃口变好好 不是好事 他说他前夕恐慌症发作 隐心说 打残剂的疫苗 出现了新剂 徐二萱说 打完两剂的疫苗之后 不作用很多 来肃清 我知道你也打了第一剂 终于打到了 是终于打到了 当下本来 心情非常醉醉不安 因为我一直觉得 我很年轻 我可能有很多反应 我甚至后面两天的行程 都推掉了 不过事实上 这支疫苗证实我年纪 没有表面看起来这么轻 我必须坦诚 就是我没有什么太大副作用 唯一的副作用流到 今天还在 就是我的手一直肿很大 到现在还有吗 六天了 六天了 真的有一点 这已经第六天了 还是肿的 很明显 非常明显 六天 对 然后呢 肿到前几天其实更肿 肿到就是我本来穿无袖 然后去便利店结账的时候 小姐看了都会很害怕 对方 你煮哪一支 都在想说 大家都觉得是打疫苗 结果很担心 到底是哪一支的副作用 其实还好 看起来惊悚 不过还好 但是问题我觉得 他们更在意 他们都问我说 那苏英姐 你打AZ之后 你接下来要打哪一支 是 对 因为他们呢 其实台湾民众都很聪明 他们发现说 我本来登记的意愿 不一定代表我能打到 可是现在呢 接下来几周都会打AZ 我不如先打 因为他们在想 一 进可攻 先打来有保护 二 退可守 如果到时候几个月之后 要第二季的时候 说不定什么BNT 什么都来了嘛 所以他们就在想说 有没有机会 不过我先告诉大家 选择可能没那么多 第一 想要等莫德纳的人 不要再等了 为什么 台湾总共只采购了 505万剂的莫德纳 然后呢 美国送了250万剂莫德纳 所以我们总共是会有 多少剂呢 莫德纳呢 就是755万 750万剂就是 370多万人可以打而已 现在已经打完 莫德纳第一剂的人 已经超过274万 最不够啊 所以顶多还会有100万人 为什么要留第二剂给人家 对 而排莫德纳的超多 所以年轻人们 没有排莫德纳的 不要排了 因为不会是你 那你说第二剂 有没有可能等到莫德纳 第一剂成家的 我搞到可以当你 当你AZ的第二剂 所以就是AZ加AZ 因为不能混打 所以第二个选择就是 那就是AZ加AZ 或有没有可能AZ加高端 对 还是AZ加最后的BNT呢 对 这个还有待靠 到时候看疫苗的进程 可是问题来了 我们的那个杨志良 杨前署长 他已经先自己混了 他混的过程也相当的乌龙 因为杨前署长 本来是参加我们 另外一支国产疫苗 就是联雅的人体临床试验 然后参加人体临床试验说 他就说他之前 就是就医财险检查 检查之后发现 我怎么没抗体 他说没抗体我就去煮 所以他又去打了AZ 结果联雅就说 不是不是不是 你看到那个抗体 不是综合抗体 原来他是验的那个抗体 是一般验那种 免疫风湿相关的那个抗体 叫什么ANA 还是什么不知道 叫某抗体 他说完全都不是 同样的抗体 所以不是联雅没抗体 是你自己混打了 国外没有这样混 国外混的是像这种 英国的研究有 是BNT加BNT 我们大家都已经知道 他的综合血清抗体效价 还蛮理想的 可是我们如果先打AZ的 届时如果像 郭董的台积电的 或实际的BNT来 如果你打他会发现说 AZ加BNT 你看他的综合抗体的效价 几乎是两剂BNT的效价 而且如果跟两剂都打AZ比 你就发现几乎是十倍 所以大家都很期待说 既然是十倍 我是不是要直接打 可是专家不这么看 第一个你看 因为李秉野教授就会觉得 这个还是没有实证 所以不只是 这个可能继续要看国人的 那要不要混高端 现在国内要开始临床试验 未来能不能混再看 那我可以看 像我们的王正贤教授 或者是黄利明教授 都觉得不只是混BNT 大家不知道只等BNT 混高端说不定 效果也会非常好 那因为为什么刚才说 大家不要再想AZ混莫德纳 因为台湾没有这种组合的 可能性好吗 因为莫德纳没有那么多 但是它抗体浓度还是很高的 目前国内临床试验 已经在做了 大家可以静待成果 现在还没打第一级的 先打了再说 打到你身上的疫苗 都是有用的疫苗 好来我知道院长 首先是支持高端的 也就是说对高端是有信心的 来院长 未来AZ加高端 有这个可行性吗 理论上是有 实际上在一个多月以前 我们在机关署开会 就是疫苗咨询委员会 十几个专家跟委员 大家一起共同决议 是不建议混打 除非你对第一剂 有严重的过敏反应 那才建立到换另外一剂 理由并不是说 我们不知道前几个月以前 就国外就已经做这些 那么多的研究都出来了 但是如果你第一剂打了没事 你换了第二剂打白的 有事 请问这个谁要负责 当然就是政府要负责 所以为了避免这个困扰 我们原则上不建议混打 这是我们当初 做这样决议的背景原因 如果从学术上来说 你要做这样的混打 不管是哪一种混打 相对而言 就是抗体量真的会增加 这是确实 我一直要强调说 抗体量增加不表示 你就不会被感染 来边讲是支持国产的 这个高端跟AZ 我们就看它的副作用来讲好了 这个高端 它的发烧比率是比较低的 AZ还有7.9% 高端在发烧是0% 疲倦头痛跟肌肉痛的这个部分 所以高端它的副作用都比较少 因为它的自从比较特殊 它是一种蛋白次弹位 所以比所有其他 目前已知的疫苗来说 这个蛋白次弹位 所做出来的疫苗 它相对的副作用 可能会是最少的 高端我们知道 它的效价是大于AZ的3.4倍 可是它的有效保护性 也是3.4倍 那也有专家讲 这没有办法表示说 中和抗体它的数值低的 疫苗保护力就比较差 当然抗体量来说 你抗体越高就保护力越好 就是不会被感染的意思 这句话不等于等号 所以不要认为说 我抗体量很多 所以我可以把口罩放下来 这是不应该的 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现在如果有 尽量就是去打 至于你说以后莫德纳会不会再来 会 以后国产出来会不会 会 BNT 9月底会有至少1000万 也可能1500万 够不够 够 所以大家不要去担心说 以后没有疫苗 确实会打不完的 所以不要去争 不要去争 好 李隆腾院长说 高端其实是不错的 它的不作用其实是比AZ少的 很多人在讲说 有慢性病到底可不可以来打疫苗 来 布远长 喜床患者可以打疫苗吗 喜床患者因为 他们在我们国家的规定 事实上属于第五类 所以甚至在这个75岁 75岁是属于第六类 所以他在这个排序上 是还蛮前面的 然后喜床的病人 当然是需要打 原因第一个 喜床的时候通常 一个喜床是通常都有 十几个病人在那里 甚至二三十个 这样如果说他们没有保护力的话 事实上很容易造成群聚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喜床的病人一般来讲 他的免疫会比较低 所以及早给他们这些 保护是需要的 好 其实要小心肾结石 为什么 因为处理不好 可能就会喜床了 苏青看到了 像是陈维明 他那时候就是因为肾结石 结果他昏倒了 对 然后阿翔急性肾结石 木村拓栽 也被小心警告说 你有这个尿结石的问题 丁丁姐想说 我要特别留意了 真的真的 因为之前我发现说 那天我上伯哥的节目 因为我的肾结石 我就跟他讲了一下 他说 你是运气好 你还不算痛 你知道 因为伯哥 之前也保收肾结石之痛 然后他说 森结石的痛啊 听说啊就是 身材的痛最痛 接下来就是肾结石 我说我这么痛 对 他说他整个痛 倒是站不住的 非常非常严重 身心自己也是 本人也痛过 被卡车压过 其实我的没那么严重 是因为我的肾结石 没有非常的大 那通常你会发现 好像通常在你做一个 比较剧烈的动作 或突然间的知识改变的时候 那那个结石突然改一个位置 就从不痛变得很痛了 我当时正在逛夜市 他不小心可能就觉得 也很美味还是什么的 太兴奋 他就改了位置 我突然间就觉得痛 当时觉得是一开始想说 是闪到腰吗 因为那种 对那种酸的感觉 然后就痛 痛到会冒冷汗的蹲下来 觉得夜市美食再多 你都决定要离开 但是回到家 本来我是一种满陪 不看医生的人 但是都是痛到觉得 不行我一定要去医院 而且当时已经没有办法 站起来走路 所以我这样慢慢 把自己滑下床 这篇路圣结石就是 但是密要道结石 这也跟父母亲的遗传有关系 像那时候我在就诊的时候 然后那医生特别问说 爸爸妈妈有没有过 那个密要道结石 或者是人结石 刚好前一阵子 我父母亲两个 都去看了个小刀 就是把那个结石拿出来 他说那你要特别注意 你一定要定期 一定要去检查 就是在它还没有发生之前 就先把它喝止住 我们就马上帮丁宁 来照超音谱 王炯成医师说 防疫的这一段时间 真的很多的个案是很痛 都已经是结石了 但是因为防疫嘛 不太敢去做 要做超音谱 这个个案是50多岁的男性 他又腰痛 结果血尿就医了 查出来是2.2公分的肾结石 它是以雷射加软氏输尿管径治疗 术后排出两三百颗的结石 两三百颗 你能讲一下这个结石在哪里吗 OK 好 这个病患它结石是在我们肾脏的地方 因为石头随着它饮食的关系 因为它喝比较少水 所以今年累月就变成一个很大的结石 我们知道结石的处理 当然很小颗 然后就喝水吃药就可以了 然后如果大概在0.5到1公分的话 就是可以用体外振波碎石 可是像到2.2公分的时候 我们可能需要用这个卵氏输尿管径进去解决 然后我们可以从这个尿道啊 膀胱伸进去里面 然后伸到这上面 OK 然后我们可以伸到这个肾脏上面去 然后我们可以用镭射 把这个2.2公分的石头打碎 因为打碎之后 它会变成非常多小小的这个小颗粒 事实上当你达到这个两三百颗的时候 事实上就不需要把它夹出来 就是让它自己排出来就可以 然后病人也觉得说 这个手术完之后一直排石头 也是一个还蛮有趣的一个经验 这会哪有趣 对对对 就是尿尿会尿出石头 我自己没有手术 也自己不小心把它尿出来了 对对对 你有看到它吗 对 很有趣喔 像是很像从水泥墙刮一点点东西出来 对就会觉得整个尿尿都是一些 小小的那个小黑点这样 飘腹 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对于有一些塑尿管狭窄 因为这个结石有时候造成塑尿管狭窄 这是有一个这个最新的一个塑尿管支架可以撑在这里 就是支架撑住那里的 撑住这个塑尿管的时候 一些石头也比较容易排得出来 另外你有提供一个画面 那一段画面叫做结石树 什么是结石树 OK好 更大的这个石头有时候到四五公分的时候 那张满这个石头的时候 就要从这个肾脏这个地方挖一个洞进去 很像是我们那个在采矿的时候 所以就是当你挖一个洞的时候 就要这个叫所谓的造楼结石树 我们大概就会挖一个大概1公分 1.5公分的伤口 从这个肾脏进去 把那个五公分的石头拿掉 我们最高纪录也拿过十公分以上的石头 天啊 什么了 就是它整个肾脏都长满了这样 天啊 好 腰痛跟结石痛的差别 我们必须要学结石痛是什么 它内脏痛像是疹痛 就是像丁宁姐拍戏那个疹痛 酸的感觉 酸到那个脊椎的感觉 结石的痛就刚刚有提到 事实上它的痛就是跟 只比那个生产的痛还真少一点点而已 辛苦了 所以很多来急诊的人 就是会躺在地上打滚 那我们就大概就知道 它是结石的发作 刚刚有提到工作很累的时候 因为喝比较少水也会 然后另外一部分是半夜 有时候半夜两三点 因为我们在半夜的时候 我们的喝水通常就会减少 尿液的时候被浓缩的时候 就突然那个石头啊 就会变得比较 就很容易被排出来 这样卡在那里 所以凌晨的时候也是 结石耗发的这个时间点 那腰痛呢如何分别 腰痛就是神经压迫 它是某个角度才会痛的 对 然后还有腰痛呢 有时候是 比方说它工作比较累啦 或是一些妈妈抱小孩完之后啊 或是照顾小朋友 或是在外面做工作的人 然后突然有一个姿势不对 或是运动完 或是做完一些特殊 像瑜伽等等 那这有扭到 这个就属于 这个一般的神经压迫 或是拉伤 所以说预防泌尿结石的食物 包含了 你有推荐说是 维生素B绿色蔬菜 对对对 我想这些含维生素B跟C的话 这些抗氧化剂 都可以预防结石的产生 然后还有一个事实上是最有效的是 喝柠檬的水 柠檬水 对 我们会建议病人去菜 所以超级市场买一个柠檬 然后把它切成片 然后挤一挤 放在这个 我们的这个水 就是水壶里面这样喝 然后其他 我想对于这个雌激素 大豆跟豆腐 还有一些纤维素 这些都会减少 这个结石的 这个草酸钙的堆积 这个对预防结石也都有帮助的 好 平常要找超音波 马上来看 我们在做超音波的时候 通常会请病人这个趴着 因为我们肾脏 就在我们的 这个腰的后面这样 好 然后我们把 这个肾脏超音波的探头 大概放在我们这个 肋骨 第十二个肋骨的地方 好 那我们就会看到 这个超音波的镜头 就是 在 这是一个很完整的 这个右边的肾脏 完整的 然后看起来 肾脏并没有 肾水肿的形形 然后 目前看起来也没有这个结石的现象 比较黑色的这一圈代表的是 中间深色的这一圈 黑色的代表的是 就是我们的肾鱼的地方 对 那肾脏里面有时候会有一些血管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那个 我们可以看到有些血管的分布 原来如此 中间因为这个用彩色的都不会超音波会看得更清楚 就是有些血流会在中间流过去 所以丁宁他的状况算是非常好 对 而且肾脏的血流还相当的这个丰富 我们身体有五分之一的血液 每天都会经过肾脏 因为肾脏就是我们身体的滤网 所以就过滤这些毒素这样 所以肾脏健康 身体就蛮健康 这个血流蛮丰富的可以看得到 欢迎师程修中医师你好 我们来看65岁这个男子 他有肾结石的病史 他也是腰酸小便不顺 脚水肿血压高 后来他是中药治疗 排出了0.4公分的结石 所以您说有ABCD这些排石方 那第一个 就是说我们如果是水肿体质 比如说我们常常下半身肿脏 那你可能就比较适合这种滤水的方式 因为你是水肿体质 那如果说我们常常在腰酸 然后脚背没有力 就会选择我们在肾气管这一方面的 补肾的 那还有一种比较少民众会了解 就是说 腰塞体质 腰塞体质 是尤其我们下半身脚 脖 脑臓脉脚脹 然后大小便又不太通顺 那这一种的 这一种比较属于我们中医讲的 血液系闻很差的 血液有关的 那我们就会用这个陶儿和陈劑汤 如果是很糟了 我们现在发现很多 很多人都像这个夏天非常难受 对对对 这一种就属于 湿了体质 身体热又身上黏黏的这一种 一定要下面这个 清干火的 那这个排食茶呢 平常我们如果预防 我们就可以金钱草 跟这个猫须草各三克 泡茶来喝 这是平常预防用的猫须草 了解 有请人体model进场 为什么今天要教刮沙 非常受用 肾结石要怎么刮 肾脏在这个腰的附近 那所以呢 我们大概在第十二 第十一二 第十二二左右 一般我从第十二开始取 我们就往下刮 那通常如果这个附近 排尿系统不好 或怀疑它绝食的时候 它这边会不舒服 我们就往下刮就好了 所以一般民众一直以为说 刮沙只能用在什么感冒 身体重暑 其实像这样很明显 它有点哄哄的 为什么这么快就出瞎了 对 它有点出瞎 那出瞎不代表它一定有 肾结石的疑虑 只是说它在这个区块 这个区块附近 它有产生一个 胸困不良的一个状态 那刮往下刮会顺道 让这个血液循环 促进它往下走 所以我们如果有 胜结局的一个病史或疑虑的时候 我们可以往下刮 就这个方法 对 就这样子 下刮法 对 还有一个感冒 叫做戒字刮法 这个是我们民众 其实大部分都知道会用的 就是说我们感冒很容易 会有颈部痠痛 对不对 那颈部痠痛的话 我们就从这个风磁穴 往这个旁边 这个叫聚骨穴 先往两旁刮 先刮人质边 青青刮其实它 就会开始泛红了 泛红了 如果它感冒属于 比较不会流汗的这一种的 那它就适合刮 如果已经出汗了 千万别刮 已经出汗了就不要刮 对 如果它有到胸闷了 已经到胸闷了 胸腔不是咳嗽的时候 我们才往下刮 就变成这个介质 就往下刮 那有时候我们 头昏脑胀 可能今天睡不好 也可能我今天要感冒 或可能我今天打了疫苗 也有可能 有头部的症状 对 那时候我们就会从这个 这个眉毛边 再往上刮 这样往后刮 往后刮 我觉得这个好受用 对 所以我们打完疫苗 觉得头脏脏的 也可以 拿起刮沙板 就这样刮 它在刮的过程 遇到几个 好像路上有小时候的感觉 对 你就给它多刮几下 了解 让它过去了之后 变平顺了之后 你的头就会豁然开朗 台湾的疫苗覆盖率 要充30%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 以色列打完两剂的民众 有六成才解封 后来它的确诊数 是狂飙的 为什么 因为有这个 印度变种病毒 英国也是 7月19号大解封了 很多人开始 出去狂欢了 六成的民众 六成打完两剂 依旧是报大量的确诊 现在就说 你高密度的接种 打完一剂 47%的人 打完两剂 67%的人 你每天还是有 三到四万人确诊 那大家在讲说 好 我们现在要 副作用 副作用 我们都很怕副作用 疫苗是必打的 要看的就是说 AZ 它的副作用 包含什么 血栓 对 苏星大家都知道 观察期是 4到28天 这个莫德纳 跟BNT的保护力 大家讲 BNT就是有新肌炎 可是高端 我们要看 因为AZ加高端 是有可能的 可是在保护力的 这个副作用的部分 都还是代公布 还不错 高端呢 虽然说 它还没有 比较大规模的接种 所以我们看不出 如果大规模接种 就会有什么样 我们没有观察得到的副作用 因为比如说 包括血栓 或包括莫德纳的新肌炎 其实都是 本来在临床试验当中 并没有那么明显 可是是 大规模接种之后 比如说美国才发现 在年轻的男性身上 可能尤其是 第二剂的时候 它会有 少数的会出现新肌炎 那这些新肌炎 通常需要住院 那可是呢 其实不一定会致死 但是比例很少 所以一样 现在高中 因为它并没有大规模接种 我们第二期临床试验 就三千多人 所以它目前观察到的部分是说 发烧的比例 确实比这两种都低一点点 因为它蛋白质疫苗 那部分人打的 可能跟我一样 就是局部施打部位 觉得有一些不舒服 甚至有些人会觉得 有点累累的 或其他症状 后来我发现 可是安慰剂组成也累累的 不知道你都白累了 像你看这个无鳞山 你看它无感到什么 它其实是 当时呢 他们有亲友十多个人 去参加这个国产疫苗的试验 那因为去打的时候 他其实也不会知道 自己是安慰剂组 还是真正的打到高端疫苗 他是先前才被通知说 他打的是高端疫苗 然后他其实已经打了第二剂 那他个人的感觉如何呢 他说 其实打了第二剂之后 后来有些拉肚子 但他也不知道 有没有跟疫苗相关 反正你如果从他的过程来讲 似乎打这个国产疫苗的 这个受试者 比较没有明显的那些 大家很严重过敏 痛到要死或这系列的副作用 真的 所以医院长 现在高端 他在保护力 还有他在副作用的这个部分 是代公布的 观察期也是代公布的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的疫苗充足之后 自然你就会挑到 这个副作用比较低的啦 对 他们现在已经就投稿下去了 对 他们不公开这些资料 也是说怕人家利用这个资料来 说一些有的没的 到时候会造成一些困扰 那等这个投稿被接受 然后公布出来 大家可以相信说确实没有错 他们是用科学证据来显示 他们的副作用是最少 他们产生的那个抗体量是够用的 我们现在讲说莫德纳 大家都爱莫德纳 莫德纳他的观察期是30分钟 假设你皮肤很喘 撒哑 无力 头痛的症状 那你要去观察 那你说这个BNT辉瑞 一周内胸闷 喘 无力 你必须要就医 现在都在打AZ了 下个月也都是AZ了 所以这个很重要 甚至他不作用的好发者 是年轻女性第一剂的时候 但院长这是特殊个案吧 在这一个多月来 被我检查过了2000多名的民众 只有两个被我打退场股 不让他去打疫苗 我们打疫苗是先让我们检查 适合再进去插卡 然后再进去施打的 其中有一个是血压不到八九十 心跳四十八下 我就跟他二次讲说 这样子了 你先带去那个 带到医院急诊室 先确定一下这个心跳四十八下 是不是有我们叫做 Sex-3的心种 就是病态痘性症候群 这样要装心脏节理器的 要不然打下去 其实是你自己产生问题 结果你要怪到是疫苗顺上 那另外一例是什么 2000例当中 你只有两个建议他 你不要去打 另外一个心跳跳到160下 就这两例而已 对 接下来邀请中医师来讲 打疫苗的前后 避免这件事情 可以缓解不作用 避免刺激性的 像这个鸭肉 鹅肉 牛肉 竹笋跟辣椒 不要太甜的 不要高度的剧烈的运动 不要刺激性的酒 咖啡 不要吃补品跟过度营养 丁音姐问说 什么是刺激性剧烈运动 对 因为美根体能状态不一样 对 这是说 如果因为我们打疫苗后 可能会发烧 对 或是极度的疲倦 像这种发烧 或是极度疲倦的时候 其实我们应该是要休息 对 而不是去过度的耗冷 打篮球啊等等啊 很刺激性的 你如果打完球 或是做很刺激的运动之后 你的免疫力其实会更糟 会更糟 所以说不太建议说 在这个状态下 去做剧烈运动 就是要休息 今天看到是程修中医师 他自己记录 全记录 为什么 我哪一天去打疫苗啊 写得清清楚楚 6月2号11点半你打AZ 下午还好 半夜睡得很浅 全身怪怪的 6月3号 隔天晨起发烧 37.4度 胸闷痛得厉害 全身酸痛 难睡疲劳无力 想睡睡不成 打症的地方 红肿热痛紧绷 记得好清楚 后来6点吃中药1点 吃什么 再来隔天 左手臂打症的地方 红肿热痛 又紧绷 其余症状没有了 6月9号 这个紧绷 维持了5天 你怎么会这么久 然后6月9号 一切正常 然后你说 你要减少 步骤用的四大方 这些方 是你当时 开给自己吃的 是不是 这方 这方 因为根据我们的症状不同 我们有不同的选择 那我本身是 我的症状是 开这个财戈解极汤 财戈解极汤 对对对对 那因为 胸斜苦满 就是我们 好像胸闷心记很厉害 就是这个区块 一般我们会用 这个财户剂 比较为主 如果是腹痛腹泻人 会这个扬名隔天 还有一个 我们也写到 是说脖子很紧的 也有脖子很紧的 很紧的也是用葛根记 所以刚好我是 这个胸斜苦满 跟这个脖子很紧的 那我就选一个 这个合方 这个合方 但是一般人 不是一定跟我一样 有的人是以 像我太昨天 在打业力 他下午 早上打 下午他就胃寒 胃寒 他是全能胃寒的 他就是要吃这种 上午打下午胃寒 对对他很快 他就不舒服 而且非常疲倦 他几乎到今天早上 他就睡觉 那如果是 打完之后 觉得全身热乎的 热乎的 那就要以这个 嬴翘寒 或清肺寒为主 这个就是 施成修对抗 不作用的自救方 叫做柴葛姐姬汤 这里面这个处方 依照每个人不一样 其实也有重点 好比说 全身酸痛的 特别厉害 除了葛根之外 这个腔我就要 加重一些 就是属于酸痛类的 如果是喉咙 喉咙痛类的 那这是 黄晴跟这个结梗 他就要加重 所以根据不同的 体质状况 虽然我们有个 主要方式在 但是会因人 症状不同 稍微做一点改变 打疫苗的前五天 要怎么吃 欢迎陈志盈主厨 是 首先告诉大家说 因为你是工作的关系 你周周都快筛 是 我都自己快筛 第一次筛的时候 其实是很紧张 当然 然后我躺在床上 嘴巴微开 然后我就拿着 他的那个释放 然后我就抓住 他指定的几公分的位置处 插进去 我一捅进去 我马上眼泪就流下来了 然后整个鼻水 然后就开始打喷嚏 第一次的经验很怕 可是第一次过后 第二次就觉得 比较上手 然后第三次 是我觉得最舒服的 有练习 不是练习 是因为 对 上瘾 我觉得会有点上瘾 其实第三次 我自己筛完之后 其实打完喷嚏 流完鼻水 我觉得整个呼吸道 都很畅通 因为你还没有打到疫苗 年纪还没那么长 对 我的类别超后面的 好 但是 他说打疫苗之前 他真的很建议说 你先喝糖 是 其实我在 很多时候我都建议 其实这些不是只有打疫苗 你之前或是之后 你是这样用餐 就是我很建议是 像汤品 有一些你说 如果是全食物的汤品 像苦瓜排骨 这都很容易取得 尤其现在夏天 然后像番茄蔬菜 然后大黄瓜肉片汤 然后或者是丝瓜 或者是冬瓜鱼片汤 这都是夏天 其实你很容易取得的食材 然后其实对你的燥热 对一些身体的 就是比较让身体会比较轻松的一些食物 而且汤品都是高度的维他命C 因为我排了 因为我老板就逼我马上去排 排了之后 他一直跟我讲 我排到了嘛 他说你之前一定要 补充大量的维他命C 然后多喝水 所以我觉得这个汤品 就有很多维他命C 我也是看那个赵永华姐姐 他去打疫苗之后 他说 真的是全身被打断筋骨 接种隔日 他马上自己去买了一整碗的什么 水煮鱼 白叶豆腐 就是高蛋白 然后水煮鱼有很多很多的辛香料 还有徐若萱打完疫苗 他说发烧好几天 他三天喝六颗椰子水来退烧 主厨呢 觉得OK吗 水煮鱼 像水煮鱼我觉得OK 但是那个辛香料 你可以稍微斟酌一下的那个量 有一些太刺激其实也没有那么好 但是水煮鱼我其实还蛮推荐的 可是百叶豆腐这一点我就会 觉得他是个地雷 对他用脂肪 对他的油脂含量是在豆腐里面是很高的 所以如果你要摄取豆腐 虽然他的那个蛋白质含 蛋白质含量其实是不错的 可是问题是他的油脂含量比较高 对 所以我觉得 相当于花肉 对相当于花肉 一般豆腐就好 传统豆腐比较好 对对就好 对传统的那种板豆腐比较好 对 那椰子水 OK没问题 椰子水可以喝 可是一口气喝掉六颗 我的建议是可以喝 也可以拿来煮鸡汤 也可以拿来煮鸡汤 对 因为椰子如果你这样单喝 有些女生 太凉了 对肠胃可能会太凉会拉肚子 那如果你把它煮成像鸡汤 我觉得这样你喝起来会比较舒服 那主厨就说了 接下来这一道才是他真的想推荐给 是 熟灵族接种疫苗 补充抗发炎食物提高保护力 他说这个最好 双瓜 鱼片汤 对 其实像冬瓜我们煮鱼片汤 其实一般就很简单的煮法 可是我这边比较特别一点点 有两个点 我要推荐 就是我要把我的配方 稍微的公开一下 第一个点呢 是我的冬瓜 我会把它的纸跟皮 都留下来 我把它洗净之后 切完皮 切掉之后 皮不要丢掉 我们直接皮跟纸一起下汤去熬 这个降火器的都在皮跟纸上面 然后跟风味都在皮跟纸上面 我们都把它削掉了 对都削掉 然后呢 再来一个是西瓜棉 就是西瓜就是最外面的皮跟 红色黄色果肉中间的那一层白色 就是西瓜棉 都丢掉了那一层 对没错 那个也把它剪下来一起熬汤 然后熬完之后呢 我们再把皮跟纸把它捞掉 再放进去你喜欢的鱼片就可以了 放进我喜欢的鱼片 对 其实这样的煮法呢 味道会非常的浓郁的冬瓜味道 如果你一般把皮丢掉 纸丢掉 那其实味道都丢掉了 中研院的研究员 他的观察是什么 去年六月之后 假日跨县市的人潮变多了 尤其是高雄宜兰最明显 所以连续假期的人流是 从北往这两处来移动 所以专家点名了 降级之后 这两个地方是最危险的 肃清知识 美国研究解封之后 六大危险地点的排行 还有这两个被点名 人流最多啊 是 学者就说 人怎么移动呢 疾病就往那里移动 如果大家看到这个表 它叫做旅行距离的研究 你可以发现呢 那个只要一到廉价 就会往上飙升的 有没有 真的 对 大概就是高雄跟宜兰 这显示我们真的很喜欢 把宜兰当后花园 把高雄当麦阿密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如果我们没有做好 人流的热度管控 这个时候就会造成 社交距离的维护 非常的困难 一旦社交距离没有办法维护 它就可能提升染疫的风险 所以为什么他们说 这个地方 未来解封之后 如果没有注意 人流的热度 一旦亮起红灯 应该停止人流进入的话 它有可能会是 最容易引爆的地方 那除了地点之外呢 场所也要注意 场所我们当时 我们之前就在讲说 我们这一波微解封 对于健身中心开放 大家觉得挺不解的 因为那时候 德州家庭医学会 他们做了一个 这个相对的高中低风险 的活动排行表 健身中心是在很高风险的 果不其然 我们开放之后 台湾就有健身的感染的 第一个 那为什么提供 完整服务的餐厅呢 因为如果我们 一般现在餐厅都是 尽量就让你外带 并且也就是 最好是最简 越简单越好 当你越提供完整服务 人越靠近 物品越多 就可能越有残留病毒的危机 但是重点来 我们虽然还有一个新的 叫做公测 公测这件事 如果大家想一想 之前在泰国曾经就发生过 泰国有一次 他们在研究 他们一个传播链 想说某个那个 也是那种 他们泰国最有名 就夜市嘛 摊放 然后就想说 奇怪这一区的人 为什么那么多病毒 感染的个案 结果就发现 共通处是 他们都使用了 同一个厕所 所以这个几个地方去 真的要注意 除了口罩要戴好 手要彻底洗干净 才能避免 这一波病毒的传染 我们的新闻界面上面写 李龙腾院长说 除非无社区感染 否则解封不得 解封跟降级 是不一样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 这一波的那个病毒 好像发现 百分之六十左右 都没有症状 那没有症状的人 就是最恐怖的 有些人 他那个病毒量相当高 但是他就不会产生症状 那你要碰到他 很容易的 你就被传染了 然后传染搞不好 你体质就比较容易 马上变成重症 所以确定说 真的没有社区感染 大家都很放心的 才可以出去 然后口罩戴好 社交距离保持好 这样子再忍一下 这个关就会度过了 平常就是要多喝水 为什么 来 副院长 副院长桌上有三杯 请问一下哪一个颜色是 最不常喝水的颜色 中间这个颜色 颜色比较深 然后通常我们在工作比较累 或是夏天的时候 如果水分被浓缩之后 就会呈现这种深咖啡色等等 那正常的尿液 大概会比这个再更淡一点 大概是一个黄 浅黄色 然后甚至喝了更多水的时候 就是这个淡 更淡的颜色 是比较健康的颜色 如果这个刚有提到 有一些肾结石 或甚至比较厉害的 膀胱发炎的时候 这时候就会产生 这个血尿的现象 这个颜色就比较红 所以我们可以经由 这个不同的颜色 可以自己来先初步判断一下 院长要讲说 平尿会减少寿命 但是他自己亲身执行了 什么叫做膀胱养护法 他自己真的去执行 这个是他十年前的照片 76公斤 十年之后 现在的他 你看到的他是这一张 63公斤 那他执行的叫做膀胱检护法 什么是这个检护法 他说就是运动 为什么 因为有个糖尿病的女性患者 他每天比一般人多尿 0.6次 生命比别人少 2.6年吗 但什么叫做膀胱命定说 很多人都有听过 这个心脏命定说 就是说我们人一生的心脏跳的次数是一样的 那我们以一个75岁的人来讲 一生大概会跳30亿下 那我自己就提出一个假说 就是说事实上一个人 一生就是能够尿尿的次数 大概也是20万次左右 每次去上一次厕所都告诉自己 寿命少了一次这样 真的 这的确是有相关性 我们知道像年长者 糖尿病 中风 像一些帕金斯症的人 他的确会比较贫尿 这些人我们在研究统计上都发现 事实上他常常贫尿的时候 事实上是一个身体健康老化的一个指标 所以刚刚有提到 如果你40岁的时候 得了糖尿病之后 你每天会多尿0.6次的时候 事实上生命就少了2.6年 这样换算起来 你每多尿 一天每多尿一次的话 生命大概会少掉3年 所以这看起来是蛮恐怖的一个数据 所以要多运动 您说上这个叫做智能裤 什么是智能裤 这是一个智能的内裤 上面有个感应器 这个男生可以穿吗 现在目前有男生的 女生版我们还在研究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压这个的时候 事实上他会有这个感应 这是对我们这个泌尿科医师而言 我们觉得有一个智能感应内裤 来侦测我们这个男性的健康 也是可能重要一件事 最美丽的model就是丁宁杰 为什么因为施医师要讲 施打AZ疫苗之后 两大经络疏通晦气 一个是肺经 一个是膀胱经 你带感应棍棍来 对这不是要打人用的 但是可以打人 也可以打人 但是这个主要是 因为要按摩用手的话 其实关节能会受伤 而且好累 很累 那这个比较硬 而且使用起来也蛮方便的 那么打完AZ疫苗之后 大概分成两个症状 一个是胸腔症状 比如说鼻子在咳嗽流鼻水 胸腔症状 一个是酸痛症状 酸痛 那我们的 以呼吸道胸腔为主的症状 我们就敲打这个肺经 那肺经呢 就从这个手骨下面 开始往上走 然后慢慢拉到 前面拇指这边来 如果我们咳嗽为主的 我们基本上 当然手骨这边不好敲 会痛耶 对会痛 这边只适合按 按而已 那以下这边就可以这样打 往拇指的方向 往拇指的方向 这样还好了 这个力道还好 就麻麻的 对对对 不能用力敲 敲一定会余轻会受伤 你是由上往下 由上往下 一定由上往下 就从这边 对对 这个叫顺经 顺经 顺过 对对对 这样子 但仔细我们如果要看的话 它这是内侧 手的内侧 这一条 我们打到骨头会痛 到骨头 因为这边骨头比较多 然后比较少 我们就不打到这边 我们就打这 这里为主就好了 假设我们是 我们的是脖子跟背 不舒服的 那一般我们会倒过来 膀胱经 对对对 敲这边 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穴 就是高黄 大家都知道 肩胛骨 这边有一个肺酥跟心酥 肺酥跟心酥 就是有一个三角点 所以这个地方可以多焦几下 多消息一下 对对 但是如果是我们头昏脑胀的 头昏脑胀的 我们有两个方法可以试试 一个是这个风石穴 脖子两旁往上顶 顶不上去的这个风石穴 这个是用按的 可以用来刮沙把 我们用这样按 这样按 如果是头昏脑胀在前面的 我们是这样打 自己打 好有感觉 有时候披草我们很累的时候 真的是这样敲 气不足地敲正中央的摆会 那西医师 因为我常常 我就在看电视的时候 我会拿到像你的刮沙版 可以 一直刮 没事就是刮 刮风磁穴 整个头这样刮 这一支 民众一起妈妈都有余力 就是说这样敲会敲笨 我说不会 头壳是全身最硬的骨头 所以这样敲 其实到扣扣扣有声音的 都没有问题 只要不要太大力 一定要敲出声音 你声音好大声 有好大声 对对对 跟我们刚刚讲的刮沙一样 有凸 比较凸的点 比较硬的那个点 比较气节和金节点 应该多敲几下 如果是前的比较闷的 就往前一点 这样也可以 对 你会马上清醒 差很多 差很多 施医师 我们一起来学 为什么 因为丁宁姐要教 她是瑜伽老师 要教的是止息法 他这个止息法 是可以帮助 泌尿道系统的止息法 其实就像刚才 那个医师说的 就是说 因为瑜伽在说 人的呼吸是固定的 对 就是你如果 你一辈子 就呼吸一亿次 那就那亿次了 所以呢 你如何延长你的寿命 就要延长你的呼吸 首先呢 你伸出你的右手 一定是右手 然后把你的中指跟 这叫十指 对 扣起来 我常忘记哪一个指 他其实无所谓 你只要能够去压住就好 他基本上是 用你的大拇 一定是右边开始 用你的大拇指 压住你的右鼻孔之后 女生呢 我都会建议 什么叫索邦达 索邦达感觉好像憋尿 但是多一点 把你的憋尿跟缩 刚把它弄在一起 所以当你 用你大拇指 压住你的右鼻孔 瑜伽呼吸法都是这样子 都是鼻子吸 鼻子吐 因为只有鼻吸的气 可以到达整个脑部 如果你用嘴巴呼吸法 只会到你的肺部 所以瑜伽一定是 鼻吸鼻吐 右手举起来之后 大拇指压住你的右鼻孔 先锁住你的 我们说锁邦达 把你的憋尿跟缩杠的感觉一起 憋尿缩杠一起 但是是有程度的 就是一二三锁前 然后左吸 八拍 然后压住你的右鼻孔 右吸 右吐 八拍 一边吐一边放掉你的 方打 然后再右吸 八拍 压住 hold住 左吐八拍 再松掉 然后你这样子就是一个round 我送你个人来说了 那你这样子就来说了吗? 我送你去看